各位朋友,漂亮寶貝又來拯救世界了 卡普空出品神作 惡靈古堡3重製版紅天上市 對此玩家有兩大疑問 這遊戲好玩嗎?流程會不會太快? 直接揭曉媒體 遊戲超好玩,流程超級快 所以是又快又好玩 首先從好玩的部分來分析 在普通難度的情況 大家可以看到戰鬥是非常的艱難 因為子彈有限,所以必須認真瞄準上市頭部 來達到最大的效益 而敵人搖搖後晃,非常難瞄準 稍微此以下 馬上就被咬了 因此玩家得步步圍影 保持高度警戒來提早發現敵人 才能在安全的距離精準射擊 那種走走停停,危機四伏的感覺 刺激感真的爆表啊 而本作的強敵追擊者 在資源充足的情況下 是不用怕他的 回復記帶著 搖一牙閃過去 基本沒什麼威脅 但這是對操作熟練的朋友來說 你要是剛玩啊 常常被咬,把補體力的道具用攻光 追擊者真的會嚇死人 在狹窄的環境要閃過他非常困難 只要失手就是大損傷 立刻獨取重來 而且被追著跑的話 就很難與上司保持安全距離 走位沒走好 保證被壓制到掛 因為有這個大魔頭在 手上沒有兩三個恢復劑 就無法安心 會召集體四處找補給 這種精神上的恐懼 也是非常嚇人的 再來講頭目戰 20古堡3重製版 非常硬派 以前打王就是調查環境 找到提示 利用現場的機關 可以來個節約打法 這次是直接考驗你的彈藥管理能力 平時亂開槍 打王就流眼淚 頭目戰現場提供的資源有夠少 想好好造成傷害 彈藥都得自己帶 如此設定 又更加強化遊戲的難度 明明身上有逆天武器可以輕鬆秒怪 但為了頭目戰還是得用爛裝備撐過去 那種矛盾與折磨 又為遊戲添加好幾層的恐懼 203重製版 好玩是無庸置疑 那流程好怪又是怎麼回事呢 各位朋友 這系列一直有個問題 那就是用解謎來脫胎錢 東邊的門要用西邊的鑰匙來開 而想拿鑰匙 必須收集三種寶石 四種圖騰 一堆莫名其妙的鳥道具 把這些耍笨設定都拿掉的話 遊戲可能連一小時都不到 就像RPG少了練功 其實內容面的東西是非常少的 而203重製版這次就非常勇敢 把收集道具的流程大幅簡化 著重於環境探索與對抗敵人 所以說 他的流程雖然短 但內容密度卻非常的高 與追擊者的對抗精彩又刺激 每分每秒都是極具張力的演出 給玩家的滿足感是非常大的 再來還有個問題 破關之所以非常快 那是因為很多人把事物的時間省略了 這遊戲正常來說 開局絕對是迷迷茫茫 這幾是誰 這裡是哪 要去哪裡 完全戰惡金剛 摸不著頭腦 得在探索中慢慢地把情況搞明白了 才越玩越順暢 而很多人玩惡靈古堡山重製版 是照著攻略在跑的 直接抄答案寫考卷 然後說這題目太簡單 三分鐘就可以交了 這樣其實很沒道理 事物也是遊戲的一部分啊 都跳過 當然覺得流程很短 所以本人故意不看攻略從普通開局 就是要抓取最真實的體驗 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 小心翼翼管理道具 踏實前進 這遊戲4個小時以上是跑不掉的 咦 4個小時還是很快呀 此時就要提到原主20系列的精髓 無敵快跑 衝衝衝了 前面幾輪 其實都只是在熱身 去摸透敵人的配置 搞明白關鍵道具存放的地方 然後規劃出最省時間的流程 測試自己能過多快 而探索過程越省略 身上的資源也越少 危險隨之直線飆升 如何找到速度與難度之間的平衡 可以說是對智慧與勇氣的大考驗 所以玩家不會只玩次小時 而是會反覆嘗試 破他個七八次才會滿足 只是大家都已經習慣先看攻略 在什麼都知道的情況下 遊戲的耐玩度也大大下降了 好 再補充一個新手福利 對於走位瞄準 神子彈感到痛苦的玩家 也可以靠刷刷刷拿無限武器的 只要功夫下得深 小槍磨成火箭筒 積分存夠了去上店買就有 相信很多對技術沒自信的朋友 應該覺得非常貼心吧 下結論的時候到了 很多朋友都在罵 手遊自動巡路有個白癡 全部都交給電腦那還玩個屁呀 但仔細想想 看攻略打電動 不也是對遊戲體驗的重大損害嗎 照著別人的步驟走 沒有自己的思考與判斷 那玩家跟自動巡路 也沒什麼差別 真的奉勸大家 第一輪的時候不要上網查資料 大膽地去面對這個未知的世界 全部都靠自己解過一遍後 相信你對惡靈古堡3除字版 會有更深的體會 所以說惡靈古堡3 好不好玩 好玩啊 只是1790 真的太貴了 各位朋友 待在家裡 保護自己 也保護別人 來吃這個 炸 土豆魚 看到沒有 一粒粒 金燦燦的 炸土豆魚 這樣100塊喔 很划算的 有吃猜感大聲 來吃一下 外皮很脆 裡面很嫩 因為你吃那個炸雞的話 他是很有咬勁的 可是土豆魚不太一樣 它是鮮 他是鮮 嫩嫩 跟魚的香 截然不同 所以吃這個東西 他有那個 炸的粗礦 還有魚的那個 優雅 還有 鮮 好 Melissa